Hello 专业家们 今天企业精英来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流论商业洞察力30奖的第26奖 公式思维 从上帝手中偷地图 要知道 这系列影片在分享的是 如何增加我们的商业洞察力 而洞察力 是一种越练习越强大的技能 并不是那种看一眼就能够获得到的知识 所以就算我们学到了现在 未来想要使用的话 我们也还是要不断地精进练习才行 那在今天这影片呢 我们就先从练习破除闪点思维 建立公式思维开始 什么是闪点思维呢 说白话一点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灵光一闪 就像公司成绩不好的时候 老板找大家来开会一样 可能老板逼着大家 一定要想出解决业绩不好的办法 而你突然灵光一闪 跑出一个绝妙的好点子 然后让老板和同事大为赏识 觉得这点子真的太棒了 我们一定要去执行 并且获得好的成效 这种灵光一闪好不好 说好也不好 好的地方当然是在于 你当下解决了困扰老板多时的问题 并且有机会让你出人头地 升值加薪 可是不好在哪里呢 这种灵光一闪是怎么出现的 可能连你都不知道 那当下一次遇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再有一个这样的灵光一闪 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呢 那假设 这个灵光不出现怎么办 或者这个闪现出来的灵光 是个收主意呢 这种啊 靠着灵光一闪 获得点子的思维习惯 就是闪点思维 闪点思维是偶尔的 它的品质是不可靠的 如果你是在生活当中 给朋友一些不用负责任的建议的时候 这个灵光一闪是可以使用的 但用来拆解真正复杂的商业问题 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们要如何拆解真正复杂的商业问题呢 我们就要练习破除闪点思维 并且建立公式思维 什么叫做公式思维 举个例子 你会发现很多明星都喜欢开店 而很多明星开的店 也都经营的不好 甚至倒闭 为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些明星本身就很忙 那他们没有时间 又不善于经营管理一个店面 当然会倒闭呀 又或者可能有人会说 这些明星太不懂得用人了 他们应该请一个好的经理人 来帮他们经营打理店面才对 而不应该什么事都想要插手 所以店家就倒闭了 那可能也有人会说 他们开的店竞争太激烈了 应该要换个品项来开才对 开错了竞争下去 当然就倒闭呀 那当然也可能会说 哎呀 这些明星一定是被人家坑了 被一群人花言巧语的骗了 所以他们店家理所当然就会倒闭呀 这些各式各样出于善意的建议 也许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 但他们都是闪脸思维 会让身处困境的那个明星 无所适从 如果我们用公式思维来思考 应该要如何拆解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能准确描述 经营逻辑的公式 并且这个公式 是经过时间考验 被验证有效的公式 这边刘文老师与我们分享 销售漏斗公式 这个公式 不管你是要自己开店创业也好 不管你是要当业务卖东西也罢 你都最好把它牢牢的磕在你的脑海当中 这公式就是 销售等于流量乘以转换率 乘以客单价乘以回购率 流量是什么 就是知道这家店面的总人数 转换率是什么 就是知道这家店面的总人数当中 有多少人真的会来花钱 那客单价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上门的顾客 愿意花多少钱买你的商品或服务 就是来过这家店面的顾客当中 有多少人会再次回来购买你的商品或服务 那当我们理解这个公式之后 我们来想一下明星的影响力会在这四个变量上的哪一个变量上起作用 没错 就是第一个流量 明星的影响力啊 确实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给店面带来巨大的流量 但每一家店面都受制于固定的物理位置 终究只能做确定范围的生意 而一家店面不管是餐厅也好 不管是服饰也好 要经营三年以上 最终都是要靠老顾客反复回来购买 才能维持以及发展的 所以当你用这个公式 销售等于流量乘以转换率乘以客单价乘以回购率的这个公式来思考的时候 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店面的短期生意要靠流量 而长期生意只要靠回头客 如果你正好有一个明星朋友 他想要开餐厅 他问你的意见的话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可以那个可以 那样不行这样不行 你就好透过销售漏斗的公式 去跟他分析说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 像是你可以请他用影响力为餐厅带来流量 你可以请他找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帮忙 好提高转换率和客单价 并且要提醒他 一定要持续监控菜品的质量 好保证顾客愿意持续的回头 要知道当我们能破除三点思维建立公式思维的时候 整个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将不再是一个一个的要素 而是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 这些公式就是高手们用洞察力从上帝手中偷来的地图 那这边再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认为过量的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但要如何解决碳排放的问题 专家们给出了成千上万的建议 有人说要少开车 有人说不准烧煤 而美国的总统川普说 这些都是bullshit 都是骗局 这两帮人就为了这件事情 吵得不可开交 而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在一次的TED演讲中 给出了一个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分解公式 也就是CO2等于P乘以S乘以E乘以C P是什么 P就是people 就是人口 S是什么 每一个人使用多少项的服务 比如开车 比如壁炉 比如烧烤等等 E是什么 就是每一项服务呢 使用多少的能源 C是什么 每个单位的能源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 哇 这公式一出来呢 整个问题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解决碳排放的问题 就是分别解决人口爆炸问题 也就是P 还有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问题 也就是S 还有节约能源的设备使用问题 也就是E 和产生单位能源的碳排放效率问题 也就是S 透过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不用透过意识形态 再去争吵 我们只要每一个人 每一个领域 能够各施其职 能够共同努力 各自解决各自面对到的问题的话 碳排放的问题 最终有机会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影片呢 非常的精彩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欢迎拿出手机扫描画面当中的这个QR Code 到比尔盖茨这个TED影片去看看哦 当然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常见的超级公式 像是复利的公式 他就会说收益等于本金加复合利息乘以时间 有了这个公式啊 我们就会同时关注本金 复合利息和时间这三个要素 以及这三个要素之间的连结关系 以上这些公式啊 都是协助我们用来破除闪点思维 建立公式思维的公式 那看到这边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像Google之类的大公司呢 都会考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 像是他可能会问你说 如果要清洗西雅图所有的窗户 你觉得费用应该是多少 又或者会问你说 一台学校的巴士 可以装下几颗的高尔夫球 又可能会问你说 如果桌上有一个5公升和3公升的瓶子 我们要如何量出4公分的水量 等等之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在考你正确答案吗 并不是 他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说 面对这种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快速建立起一套公式 然后合理预估公式当中的每一个变量 并且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你的答案会是这样 而这些题目的目的啊 跟你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检验你是否有用公式 公式思维 从上帝手中偷地图的能力啊 什么是公式思维 就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达要素之间的连结关系 普通人站在高手肩膀上学习这个公式 而高手可以从系统模型当中提炼公式 建立公式思维 然后合理预估公式中的每个变量表达要素之间的连结关系 我们就可以从上帝的手中 偷到理解这个世界的地图啊 这张图呢 是今天这影片的心得笔记重点 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 欢迎停下影片 放大细看哦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如果你在网络行销商业模式上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拿出手机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部落格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先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